为何当初周杰伦怒甩猴佩岑,选择小14岁的昆灵当老婆?关键原因曝光!真的太无辜了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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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侯佩岑的恋情更是腾轰动全亚洲!不过究竟为何当初周杰伦一个好好的女主持人不要,反而要取笑她14岁却没没无闻的昆灵呢?据说都是因为…… 很多人都说跟周杰伦比起来,昆灵对于大家似乎不是那么的熟悉,若是当初她没有跟周杰伦结婚,可能很多人甚至连她是谁都不知道。 出生于1993年的她是中澳昆雪儿,2008年更靠着甜美的外表成为节目《我爱黑色惠》的班底,正式进入演艺圈。不过…… 尽管当年昆灵在《我爱黑色惠》的人气相当高,但因家人强烈的反对,所以最后她不得不卸下黑色惠美眉的光环,继续回到校园念书,直到大学毕业后,她才又…… 大学毕业之后,昆灵经朋友介绍曾在周杰伦投资的潮福店兼职,并认识了股东之一的蒋仙薇。 恰好蒋仙薇又是周杰伦的同学,在一次聚餐中昆灵和周杰伦相识,周杰伦知道她的演艺梦加上她的聪慧,于是介绍她学钢琴,两个人就逐渐熟悉起来了。 而昆灵的友人也曾爆料,自从昆灵认识周杰伦之后,她和男友李全就经常吵架,后来昆灵跟李全渐航渐远,和周杰伦也才越走越近,经过了一两年的接触,热恋,最后终于走向婚礼的殿堂。 但看到昆灵与周杰伦的恋情如此顺利,反观当初她与侯佩岑的恋情有多少人看好呢?究竟侯佩岑条件这么好的女孩,为何当初两人的恋情会走到尽头呢? 侯佩岑是一个温文柔和的甜女生,而且烧得一手好菜,君子好球的窈窕淑女。 2004年,年少情狂的周杰伦顶着亚洲流行天王的封号,视野如日中天,而大周杰伦一岁的侯佩岑则则是东风卫视最美丽的当家主持人。 当时两人恋情曝光后大家都说两人配得刚刚好。不过 与周杰伦的恋情曝光后,侯佩岑不但被逼辞去主持人的工作,甚至还只能躲在周杰伦的背后,不过当时红遍亚洲的周杰伦每每和侯佩岑外出被狗仔队跟拍时,却总是撇下侯佩岑转身就跑,长期下来她觉得。 2006年,侯佩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恋爱,于是忍痛提分手而周杰伦考虑再三还是放手了。 分手后侯佩岑情绪掉到低谷,无法工作,整天沉浸在悲伤中,直到周杰伦在某节目大谈和侯佩岑的感情后,侯佩岑才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,重头来过,振作起来。 直到最后遇到了金融界的才子黄伯俊,侯佩岑的真命天子才真正出现,幸福的生活也就这样开启了,如今生活十分幸福近日更是宣布已经怀上二胎。 虽然当年周杰伦和侯佩岑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方,不过也因如此换来了两个家庭的幸福。 在这边也祝福他们未来的日子各自都能过得开开心心的窝。 周杰伦,英语,这首,1979年1月18日,台湾的流行歌曲男歌手、音乐家、唱片制片人、演员、导演、电竞团队队长兼老板。 Sponsor S. Sponsor S. 在2000年,周杰伦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J,从属于唱片公司阿尔发音乐。 从此以后,他的音乐获得了遍及亚洲的荣誉,尤其在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韩国、日本和西方国家,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,的亚洲群体中。 他卖出了超过3000万张专辑并获得了许多针对他的音乐工作的奖项。 参考来源 www.http.ifani.tw26597 参考来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